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芒果的開包小教室 沒錯啦 我們中文版劍盾第二彈終於要發售了 那這次中文版出的卡片 直接追到了日版的S3A 就是一個超美趕日的概念 那這次最特別的是 有出一種叫做彩虹的卡片 一共有六張 封面照片就是我們極具化的無極泰納 非常非常的帥 好啦 那大家應該都很想看芒果 到底開到什麼東西吧 廢話不多說 直接給它開起來 好 各位觀眾現在看到芒果手上有這兩盒 無極力量SET A跟B 那在開箱之前 芒果要先講一下 因為很多觀眾都說 芒果每次開包 桌上都特別的凌亂 所以今天特別準備了一個卡盒 來看一下 那這個的卡盒的話 它其實是給人們來裝卡片用的 所以今天 我不管開到什麼東西 我要把它放進去好不好 讓我們的桌面能夠保持乾淨 我不知道能不能夠完成這個任務 先來開我們的SET A吧 那SET A的話 各位看一下 這次的屬性的話 因為已經沒有了妖精和龍屬性 所以它的卡包右上角 只有呈現這個潮水超惡的屬性 好啦 那在我們既然劍盾世代 已經去除了龍跟妖精屬性的話 習慣就好了 那我如果等下開到任何卡片都先放進去 那比較有價的卡的話呢 芒果還是會跟各位來做解說一下 好來我們看一下 好刺激喔 好久沒有開包了各位 來達克萊姨 那這個的話就是身上二能量越多的話 怎麼樣就可以打越痛 那我覺得是可以搭配三手惡龍的 欸芒果是不是又忘記拿卡套了 不過我跟你講 這個可以放這裡 好不好 你看 方便 所以我今天的桌上一定不會亂 是不是 一定不會亂 來我們看一下 多多冰花 耶 這什麼東西 喔大姐姐 嗯 欸三手惡龍 這可以搭配各位 這可以搭配 之後芒果應該也會煮來給各位看一下 好先放這裡 芒果看了前幾個youtube開 好像都開得還不錯 而且好像保底有七張的感覺 欸各位有編的感覺 來看一下 呃這什麼東西 欸好像是惡系的喔 差 制 服 哇 長矛巨膜VMAX 哇這個如果無極太娜的話 可能會比較好一點點啦 等一下 芒果拿一下卡套 嘿咻 芒果線上版其實已經煮好長矛巨膜了 那我自己有打過幾場覺得 感覺還不錯 那之後也是會拍的 好啦長矛巨膜第一張VMAX 那VMAX的話不一定啦 我覺得可能一到兩張吧 至少都會有一張啦 是不是 來智山雀 尼偶小人 喔 他大陽閃 大真風 這張的話 如果手牌只有他的話 可以直接下到你的後排 然後抽滿三張牌 有點像是智慧星第一彈的那個特性啦 那他就是符合我們的國際版的電影版 賈賀忍蛙 喔 蠻強的 那我覺得還OK啦 這張的話其實有些牌是可以放到的 那我們一樣 把這卡片先放到這邊 好繼續加油 呃 各位想看到我開到什麼 其實我二系的話 其實最想要開到 茶之服 蓋諾賽克特 迷你Q 這可以防止補血的對不對 我覺得 我們就無語無求一下啦 因為芒果其實開中文版最近雖然比較歐 但是我覺得這個特草的話呢 可以貼在草系寶可夢身上 那可以防止對手的這個負面狀態 還不錯啦 嗚 爬手貓 來杯茶水 長毛巨魔 啊 直接來兩張一套耶 所以這 是要我打長毛巨魔的意思嗎 因為芒果通常都是抽到什麼打什麼啦 如果這兩張是無極泰娜 該有多好啦 不過芒果雖然想打無極泰娜 可是因為我的料缺蠻多的 所以 就算了吧 就算了吧 我覺得就是看運氣啦 好來繼續 獨角蟲 好來有 這什麼東西 喔 鋼鎧鴨 鋼鎧鎧鎧 下一包 彌布利姆 因為有些名字其實芒果真的還記不太住耶 有東西嗎 沒有 月石 敏捷蟲 哇 這一包是完全沒有東西耶 尷尬了 各位 欸你看有這個卡盒之後 芒果對桌面上的這個整潔度 真的還 還不錯喔 有進步了對不對 花花小子 膽小蟲 然後 這什麼 喔 彩虹的裂空座 各位漂亮 嗯 這彩虹卡 可以喔 然後堅定陣 好 夜空座芒果可以接受 非常的好 哇 夜空座耶 好漂亮喔 各位看一下 他的招式呢 看自己身上的能量屬性 那丟一顆可以打80 那搭配我們的彩虹肌拉起的話 有辦法就是直接衝三顆能量 再加手貼的話 就可以打到怎麼樣 84 32 320滴 那這算是一個 劍盾2的一個算小人牌啦 那我覺得還蠻強的 蠻強的 好 夜空座 欸看到這不錯耶 那堅定陣的話 芒果有介紹過 也許可以配我們的 黑魯家 黑魯家 跟我們的閃燕王牌 來做搭配 欸還行吧 我覺得OK耶 來 那 夜空座是個好兆頭 我覺得 來吧 東東鼠 派拉斯 烏賊王 這個我覺得 目前還沒有想法啦 不過 如果有建議的話 可以在下方留言跟芒果講一下好不好 來 我們目前還沒開一半 那只有開出兩張 跟一張彩虹 那彩虹的話 看保底好像就是一張啦 配率就是一張 所以我覺得就看 有什麼東西 我不要這一個啊 唉唷 雖然蠻可愛的啦 跟斗重壓180點 好吧 這張是 我覺得就是一個賣萌用的啦 應該是沒有辦法組來玩啦 好不好 沒關係 我們就先放著 哇 這下尷尬了各位 我覺得這張有點不好的預感 不過沒關係 其他東西還沒出來 都不算數 OK 來繼續 喔 尖亞龍 潛行惡能量 那這個 塔丁人偶的話呢 就是瘋狂派對的主題啦 主題卡 好不好 這個可以放著 那瘋狂派對的話呢 因為都要錯滿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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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有辦法打啦 那這個的話 目前開到這樣還不錯啦 好不好 來 繼續 那這次的屬性 因為有潮水 呃 超惡 那這次我們開出來 惡的東西感覺蠻多的 好不好 看看能不能繼續開到 其他惡屬性的東西 摺爾尼亞絲 嗯 這個Set A 說真的就是 我覺得就是拼叉字符啦 雖然說玉組現在也是有叉字符啦 那叉字符的 手機駱駝母 這還不錯啦 各位 翻牌組上面5張牌 那選擇一張卡 放到手上 那剩下洗回去 這張卡其實在日本蠻多人在放的 我覺得OK啦 好用的 是好用的 如果你想快速壓牌的話 這張駱駝母 確實是還一張好卡 來 繼續加油 有變嗎 沒有 喔 凸凸頭盔 那凸凸頭盔的話就是怎麼樣 對方打我的話可以反傷20 那搭配恐怖超能量的話呢 可以反傷多少 變40滴 那你恐怖超能量 假設貼了兩顆 就可以反傷60滴 哇 相當相當的痛啊 欸 芒果的桌上這個包裝紙還是蠻亂的 不過等一下那個很好收啦 我覺得還好 卡片可能比較難收 來 繼續加油 醜醜魚 木木霄 木木霄不錯喔 詛咒娃娃 某某乳酪 這個好像都還好 那張詛咒娃娃是可以幫助對手的一隻後排寶可夢做退化喔 蠻有趣的啦 來各位有編嗎 哎呦怎麼兩張 來 布絲湖 那這個話一樣就是瘋狂派對用的 看到這兩張 瘋狂派對 nice 目前這樣子我覺得還ok囉 還不錯 因為草毛巨魔我覺得可以玩啦 可以玩啦 沒有到爛 有沒有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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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帝安西 喔 鑷子各位 鑷子就是一張好卡了 現在很多牌都會用到他 如果你的牌組有放蝙蝠的話 差字符的話 其實鑷子都是可以放一到兩張的 我覺得蠻有用處的 他有時候可以救到你啦 我覺得 臭臭你 mini Q mini Q它是在被戰寶可夢HP無法回復 嗯 還不錯 好 繼續喔 來看一下 有東邊 各位有邊有邊 來 是什麼東西 什麼屬性 什麼屬性 超能力 有看一下 喔 各位 雙奶仙 VMAS 哇 66666啊 老鐵 這個不行啦 第一招裝點 對自己後備的所有寶可夢 貼一顆基本的超能量 哇賽 那第二招就是拔能量 那他沒有限定超能量 拔一顆打60 那你拔五顆就可以打300滴 哇賽 這個漂亮啦 各位 雙奶仙 VMAS 喔 完美 我喜歡 好 那所以我覺得這一袋應該就是叫 芒果打雙奶仙跟 呃 長矛巨魔了嗎 呵 Maybe啦 可能是 哇 Nice耶 漂亮漂亮 我喜歡 來 繼續喔 凸凸頭盔兩張了 嗯 來 那這個東西 其他東西的話 我們就先 凸凸頭盔應該沒有到 沒有到很好啦 先放著好不好 先放旁邊 來我們把重點卡拿出來就好了 猿獅珠 破破墮輪 這什麼 戴獸 兩張草能量 好啦 還有一張草能量 蘭果已經放到卡盒裡面了 欸 我說真的這個來收藏一些 食用料的話還真的還不錯 龍盾 龍盾 那其實我覺得 我看一下 蛇蚊熊 這什麼東西 布利母溫 哦 迷光森林 這就是跟小V一樣啦 那是因為 小V還沒有退環境的情況下 我覺得這張森林就先放著 先放著 難保以後不會用到 是不是 來 繼續 呃 這什麼超能力系的 哇 各位 雙奶仙 欸 所以他這次 是有直接給 一套的嗎 還是 芒果真的只是運氣好啊 欸 我不知道耶 而且芒果的保底還沒出來對不對 對不對 欸我覺得 開目前這樣子 我覺得我可以接受耶 非常的好啊 哦 太棒了 太棒了 太好了 好 那我們現在剩下四包了 來 加油 給他開完 好不好 智山雀 這什麼 哦 美娜絲哦 這補血用的啦 美娜絲打鋪傷是有用處的 可是我覺得 不會為了鋪傷去放美娜絲 而且還要做進化 有點麻煩就是了 來 有邊嗎 各位又有邊的 來看一下 我希望是差字符啦 來 1 2 3 哦 呆可獸 明明都是惡系的 怎麼差這麼多啊 來 呆可獸 在前排可以讓對手直接陷入中毒狀態 那他搭配東西其實還蠻多的啦 好不好 那之後芒果也會拍 那之前芒果有想到的combo就是配我們的 呃 打克萊伊 不過打克萊伊三顆能量開GX的話 雖然可以秒殺對方 但是你能量來源就是一個大問題了 有發現嗎 好不好 好 那最後三包了 我們就一樣把它開完 非常的刺激啊 現在目前開的我還可以接受啦 那我覺得這一蛋就是叫芒果打雙奶鮮啦 對不對 來波普拉 波普拉就是給歐洲人專用的啦 骰兩次硬幣 那一次正面的話 可以從牌組拿一張你需要的卡片到手上 那如果兩次正面的話就拿兩張 來 欸各位又有邊了是不是 又有邊了是不是 有 欸全圖 好刺激喔 我不知道什麼東西耶 來 各位 請示威我歐氣 各位觀眾 全圖擦字符 上次芒果開國際版也開到全圖擦字符 現在中文版又開到全圖擦字符 哇 我這個運氣真的不得了啊 所以我覺得我跟這個全圖擦字符 非常非常之有緣啊 哇 這張不得了吧 一定貴吧 是不是 我覺得 給過啊 這盒一定給過的啊 nice 各位 你看看 他那個眼神 那個嘴巴 那個牙齒 那個翅膀 就是完美的象徵啊 從手牌下到後牌 把後牌 把手牌直接補滿六張 哇 神牌啊 各位 神牌啊 好來 繼續喔 阿伯蛇 哇 太爽了 奇異罐頭的話 他其實應該是給莎奈朵在用的 好不好 那等一下如果 啊 沒有抽到莎奈朵 尷尬了 好 不過沒關係 我覺得 我覺得這一張擦字符 已經夠我秀了啦 好不好 原來芒果還是在歐洲的啊 結果剛剛芒果說要整理我的這個廢卡 結果又亂七八糟了 好 一樣放進來 那這次我們開到這些卡 等一下再一起做總結好不好 我們現在整理一下 馬上來開 Set B 吧 好 各位觀眾現在看到芒果手上的 Set B 吼 無機力量 那這一盒的話 屬性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好不好 屬性的話 他這一盒 呃 是 火電豆缸 那火電豆缸的話 第一個就是他封邊的噴火龍嘛 那電豆缸的話 芒果現在 我想一下 電系的話 Maybe會有 秋農泡蟲 其實芒果還特地去找了那個字叫什麼 他其實叫做 敲農泡蟲 好不好 那火系的話 噴火龍會比較好一點 欸有邊是不是 來看一下 喔不是喔 好嘞 雷吉洛克 烈劍音 那豆系的話呢 老街應該是蠻想要 露卡利歐的啊 但是因為露卡利歐應該不難開啦 我覺得 好來 繼續喔 喔 這些好像都沒什麼用處耶 糟糕了 那我們看一下 第四種屬性鋼喔 鋼有什麼好玩的 這一次啊 其實蠻果沒印象 好像有螳螂吧 對不對 巨錢螳螂 欸好像有邊是不是 來看一下 各位 豆系什麼東西 露卡利歐 哎呦 超假狂吸喔 好啦 超假狂吸 我覺得他第一招 雖然說是打很少 但是他是屬於一種噴能量的感覺啦 所以說你要玩他的話 我建議可以搭配一些噴能量的東西 好不好還不錯 羊鳥人是一張好卡 來 先把這些東西放回去我們的塔盒吧 還算乾淨吧 蠻果這次應該算有達成任務吧 對不對 我們開A還保持得乾乾淨淨 那B的話 希望就不要破功了 有沒有東西 嗯 沒有火神鵝 來 格鬥能量 那這鬥能量裝備在我們的鬥系寶可夢身上 可以減傷20點喔 好啦 那就可以幫助我們的鬥系寶可夢更硬 硬邦邦 你貼了三張就可以減傷60點喔 60點還不錯 來 可是我覺得這種減傷的應該是剛系專屬比較好一點點吧 是不是 來 鳥鳥太陽炎 這個都沒有什麼用 加油加油 那這一個的話 其實蠻果就沒有特別想要什麼東西啦 來 我們繼續吧 帝亞盧卡 帝亞盧卡 五天鵝 那五天鵝的話很多都是搭配我們的羊鳥人喔 這個天空雜耍 像我們剛剛有抽到木木霄的特性也是天空雜耍 你只要使用過羊鳥人 他們都不用攻擊費用可以直接使用招式喔 所以也許以後會出一個這種排型來玩吧 羊鳥人蠻強的 再來 有邊嗎 加油 Y型喇叭 把這個雙方前排都混亂喔 他就有點像是虛無依德的GS 嚇到後排直接雙方混亂 那要用在什麼地方可能要動動腦筋想一下囉 來再來看到 尾利 哦 哦 卡普敏明 他沒有撤退費用還可以抽兩張牌 我覺得這張還不錯 好了 中顏狼人 哎呦目前都沒有東西耶 尷尬了 來繼續 我們還沒開三分之一勒 各位有邊了 來看一下 哦 好吃只有一二三 哦 爆飛龍 那爆飛龍的話 哦 來特火 特火也不錯 他貼在火系寶可夢身上血量可以多20 那爆飛龍的話 芒果覺得說就是有兩種軸可以玩嘛 可能是多邊獸 或者是你要用手貼的方式 然後再貼三無 來做進攻也可以 那這次因為他有出一個特殊的無色能量 可以幫助無屬性的寶可夢攻擊力加20 所以說你不用看爆飛龍攻擊力160有點低 他進化成VMAS之後再加那些能量的話 攻擊力其實可以有飆到非常非常的高 但是你能量必須要有天貼到就是了啦 來 七夕七鳥 洛茲 好洛茲的話現在 呃 雖然很少人用 但是我覺得他是一張有潛力的卡片 因為有些人建議我說怎麼配怎麼配 芒果在心中就有一些想法 我覺得若知有用好不好 是有用的 來 繼續喔 好像有編了感覺 啊沒有 進步來的太突然 各位觀眾 彩虹 吉拉奇 哇塞 今天芒果特別的歐啊 所以說我覺得我的中文版還是在歐洲的各位 哇 我是不是開到兩張最貴的彩虹寶可夢啊 哇 吉拉奇啊各位 他的特性呢 翻牌組上面兩張牌 那一張加入手上一張放回牌組的最上方 那這奇幻之心是非常非常強的 他就是搭配他的彩虹牌組 從牌組拿七張基本能量隨便你貼 你想怎麼貼就怎麼貼 那這個能量怎麼來 其實你可以手貼加鋼補丁 那搭配現在有這個渦輪補丁的話 有可能是後手直接蹦出來 這個非常有可能的 吉拉奇 哇 今天芒果歐啦 現在有吉拉奇的話我覺得其他就 沒有什麼 對我覺得沒有什麼很想要的東西 就順其自然吧各位好不好 我落之大象 好落之大象還OK 來這張忘記講了 英雄獎牌貼在VMAX身上的話 血量會減100滴 但是被對手打死的話 可以少拿一張獎勵卡 這時候我們的獎勵卡 就可以落在321讓對手拿後 或322 所以這張的話要小心一點使用就是了啦 那如果你貼上這張獎牌會死掉的話 那是不能貼的喔好不好 好 那VMAX的話我覺得大家這張 是有一點戰術性可言啦 你們可能要自己考慮考慮 想看看怎麼配 來有東西的感覺喔 這什麼 哇 席多蘭恩 好吧 沒東西 繼續加油 目前開箱子我覺得非常好吧 是不是 各位 喔來各位強力能量 剛剛芒果講的就是這張 如果搭配在我們的 暴飛龍身上的話 他雖然只有打160嘛 那如果加了這張卡片的話 可以攻擊力多20點 不過他只限定 無屬性的寶可夢喔 特別注意一下 好非常的nice 那其他就沒什麼用 繼續 來繼續開 我們已經要開一半了 那一半的話 目前只出來兩張而已 哎呦那感覺還有五張對不對 這次保底好像是七張是不是 七張加一張彩虹是什麼東西 登登登登 哇 爆飛龍VMAS 所以說感覺就是一盒就有一套耶 芒果開到現在的感覺就是這樣子啊 你們看其他YT開箱有這樣子嗎 我覺得不錯耶 就是一套的感覺啊 所以我等一下如果開到噴火龍的話 是不是有V跟VMAS 我不確定耶 也許是芒果運氣好吧 我確實就是開兩套啊 是不是 兩套 三套啦 算三套了 好 繼續 虎虎鐵亞鈴 哦 渦輪修正檔 各位 這張的話就是搭配給我們的這個 彩虹 彩虹排 好 那因為我們沒有開到雷弓啦 不然其實雷弓搭配這些的話 也蠻強的 蠻強的 雷弓的話其實他打出來的傷害蠻高的 120加120 還可以用電燈來彌補這個傷害 我覺得還不錯耶 好 我們已經開一半了 目前只有出來三張嘛對不對 好 那我們就看一下噴火龍有沒有出來好不好 登登登登 泥巴魚 雷電獸 欸 這樣子我覺得桌上不算亂吧 你們覺得會亂嗎 還行吧 壓寶寶 來 好像有邊哦 各位看一下 各位 電系的 應該是丘農砲蟲吧 登登登登 果然是 敲農砲蟲 正音 他叫敲農砲蟲 我有特地去查了 好 敲農砲蟲的話 其實芒果線上有組過玩幾場 我覺得 還不錯 還不錯 那打50可以封對方的道具 好 那上次有人問說 芒果 那他如果配雷秋 出來的時機在哪裡 那你雷秋要出來的話 就是當對手的BOSS已經出來了 你這個5050已經招架不住了 雷秋可能就要蹦出來麻痺或秒殺 是不是 好來看一下我們這張 歐尼奧 歐尼奧抽三張牌 然後任意丟一到三張 那這一張的話 我覺得見仁見智 因為我目前覺得 還沒有很好用的感覺啦 是不是 來 絕絕兔 這個也是瘋狂派對用的好不好 瘋狂派對 來有沒有東西 大王銅像 大王銅像 絕地兔 我開到這樣子 我覺得蠻不錯的 那我覺得可能這一代 芒果會想打爆飛龍吧 然後長矛巨魔或蛋糕吧 蛋糕不錯啦 我覺得 因為老貼一定是玩蛋糕的啊 破舊電腦 這也是歐洲人專用的 應該沒有人會放吧 我是不會放啦 我覺得 這個旌旗可以放 對不對 旌旗你在嗎 哈哈哈哈 有變 各位 好像旋徒喔 好刺激喔 來 我們看一下什麼東西 哎呀 感覺是火系的噴火龍嗎 來 各位 一二三 各位 芒果真的出運了 噴火龍 V-Mess 哇 然後 我們還偷到一張 堅韌斗篷 不過堅韌斗篷在噴火龍面前 根本就是不值得一提 各位 如果噴火龍 V-Mess已經抽出來 代表說 我等一下後面可能會有V吧 應該是吧 我不知道啦 因為以目前開到現在的經驗就是怎麼樣 就是會有一組啊 好 那 是不是全途 我不知道啦 反正我們就看運氣了好不好 那這個特夥貼在噴火龍身上的話 血量可以多20點 還不錯 來 各位 繼續喔 哇 運氣 非常的好 各位 我覺得我這兩盒 完美 哈哈哈哈 超級歐洲 你們自己心中的排名 芒果在第幾名 好吧 下面自己留言 哦 火焰機 火焰機的話 可以當成兩種屬性 可以玩啦 我覺得可以試看看吧 來 繼續加油 呃 因為芒果沒有開出爆配率的東西 什麼金卡啦 雷射 還沒有開到 看看能不能開到啦 是不是有點貪心啦 嗯 相仿鈴鐺 其實這張鈴鐺 可以用在我們的瘋狂派對裡面啦 好不好 繼續加油 有 好像看到金金亮亮的東西耶 啊不是喔 我剛剛以為是亮亮的感覺 好 洛奇亞 各位 我們最後五包了 好不好 美露坦 融融洋 有鞭嗎 沒有 趴渣海膽 啊 好 第一包沒東西 剩下四包 各位 好像又有鞭囉 來 我們看一下 這什麼 看一下 噔噔噔噔噔 呃水系是不是 好像是那隻爆 爆什麼東西的 哦 超假狂吸 結果全圖抽到這張 嗯 好啦沒關係啦 因為我覺得我有噴火龍跟雞拉奇了 這張我覺得 好不好 給過 欸 結果他也是一組的耶 哇天啊 我根本就是 超屌的啊 全部都是一套耶 欸我這兩盒太酷了吧 真的是一套的 那我的噴火龍V 應該會出現吧 是不是 來 我們期待噴火龍V出現一下 欸 養鳥人兩張了 還不錯 好 那我們一樣把不要用的卡 先放到我們的卡盒裡面 最後兩包了 各位 應該還有一張吧 高級卡 來 有別的各位 噴火龍是不是 一 二 呼吸 呃 呼吸 啊 果然是噴火龍V啊 各位 欸 真的是一套的耶 所以他是有搭配我們日版的感覺耶 是不是 哇哦 我這一彈已經無依無求了 哦 打開到什麼 組什麼 來 真果球 熊寶寶 火製機 好 沒東西了 來 我們來總結一下 這今天到底開到了什麼東西好不好 來 我們首先看到set B嘛 set B的話呢 我們先看到他的V卡總共有幾張 印象中好像大家都是七張啦 那彩虹卡的話就是一張 雖然說這次沒有爆配率有點可惜啦 看一下 1234567 好那剛好全部都是一套的有沒有發現 你看噴火龍加這個VMAX一套的 再來我們的爆飛龍 這個也是一套的 那這個話應該不算一套啦 因為保底就是會有一張全圖嘛 是不是 好 那我們開到這七張 加上一張最恐怖的 雞拉旗 雞拉旗 在這裡在這裡 哇 超級可愛 彩虹雞拉旗 那再看一下我們的A A的話呢 他有這個長矛巨模 一樣是有湊一套 湊一套 還有我們的插制服 哇 這個全圖應該是非常非常之貴啦 我覺得跟全圖 冬冬鼠有得比吧 再來這個彩虹 烈空座 哇 非常的好 還有我們的蛋糕 那這張應該就多餘的 不過沒關係啦 麥蒙一下也好 是不是 好啦 那我這次的話 應該就會打 這四個其中一個吧 那應該就不會考慮無極了 因為無極真的太貴了 好 那綜合以上開箱 感謝民卡代理商優先提供給我們YT做開箱 耶 那開箱完 芒果還要介紹的東西 就是我們這個非常酷的卡盒啦 這個卡盒 芒果用一陣子覺得 最吸引我的地方 就是他的這個皮革的質感 那打開來之後各位看一下 登登登登 然後芒果就可以放一套牌 以及傷害指示物 登登登 而且重點是大小剛剛好耶 我的天啊 有看到 GX版 然後還有我的傷害指示物 那各位玩家 如果對這個龍盾產品有興趣的話呢 可以問問看店家有沒有在賣喔 好 那芒果今天桌面不亂大挑戰成功 啊 這裡肉掉了三張 各位覺得今天芒果開箱幾分 下面留言 好不好 好啦 就這樣吧 我是常年住在非洲的芒果 最近回到了歐洲 那大家一起期待無極力量吧 掰掰掰掰掰掰 喜歡芒果的影片請按讚 想知道更多PPC區 歡迎訂閱頻道 小鈴鐺開起來追蹤直播 芒果最新動態 都在我的粉絲頁及IG 我們下次見